前交通部电信总局副局长 现任NCC主秘吴嘉辉 被检调锁定 疑似利用审查电信业者执照的时候 向厂商收贿 而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所贿金额高达六百万元 检调兵分六路 搜索NCC 还有吴嘉辉的住家 办公室 厂商等六个地点 也带回了吴嘉辉以及厂商 六个人争寻当中 身穿米白色外套 跟在罚警后面 现任NCC主秘的吴嘉辉 涉嫌贪污收贿 经过三个小时的复训 检察官预令他五十万交保 我没有图例 那你觉得这是无妄之灾吗 我没有图例 因为还扯到你女儿对不对 没有没有 你今天是一直失败 有没有觉得有委屈 你已经是不申请了 否认收贿 涂利厂商吴嘉辉快步坐车离开 不愿再回答任何问题 不过他的律师则强调 吴嘉辉在过去任职电信总局副局长期间 绝对没有向厂商收贿 检方查出他的账户多了六百万 那是买房子向银行贷款的钱 一类电信业者 二类电信业者 他不负责督导这个部分 既然不负责督导这个部分 就没有所谓的利用职权来所谓所会 或者什么的可能 所以根本这个前提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这个前提都还没有 但是女儿任职的部分 不会被质疑吗 那当然他女儿任职的部分 可是问题是说 假设啦 假设说他女儿在某个厂商任职 可是这个厂商 又跟吴祖彌的业务一点关系也没有 时间拉回23号上午 台北地监署指挥 市调处干员 兵分六路搜索NCC 吴家辉住处 办公室和厂商等六个地点 也同步约谈被告吴家辉 以及吴家辉女儿 厂商等九名证人 要厘清吴家辉是否有利用儿女 充当人头户 长期向厂商收贿 也在相关的厂商挂名兼职 领取高薪 此外警方也怀疑吴家辉 可能利用人头户 透过电脑厂商购买微商市股票 初步估计多年来不乏的获利 约有新台币2000万元 中天新闻蔡仲旭 留市以台北参谋不到